講到詩詠卿,真是忙的代言人 要在報紙論證,管處地產生意 一時又注資搞香港鑽石交易所 原來除了投資生意外,還會支持下年輕人 私人名義成立了創業基金,成本都不低 前後,現在貪當五千萬左右 我是想幫人可以提供創業 所以不太計較,又沒有證會到的 大喇喇五千萬拿出來,詩生你都幾闊路 不過開始時,有類似選舉委員會的評審團 想入閘都難 總是甚麼都批不出 我想批的,他們又不批 那我就比較義氣 那我後來 解散了委員會自己批 自己批就亂地批 批了錢給不少人做生意 不過不是個個都會做 最後失敗收場的都不少 選後幫助過的項目 都有實記過 但是亦都不是全部可以生存下來的 有幾間廣告公司都做得不錯 Secret Tour 在詩永青點名稱讚好的start up 裏面 就有Secret Tour的份 到底詩生是怎樣in他們的呢 Steven居然說沒有準備到文件proposal 一樣過關 詩生主要跟我聊天 其實他想認識這個年輕人是怎樣的 你的理念是甚麼,你的性格是甚麼 第一次是想認識你 究竟這個年輕人是怎樣的呢 他又補充 詩生當天問他們會怎樣分配盈利 Steven 說 會跟同事分享成果 善待員工 也可能是詩生賞識他們的重點 想有一個透明一點的成果共享的方法 是將每年三分一的盈利 要給同事 我們那個公司就是想營造一個很開心的工作氣氛 也有些同事會覺得 原來其實在香港做創意都不一定被人壓得很厲害的 各位年輕人是不是很想參加一份呢 現在還有不少項目運作 暫時不接受其他申請 希望有更多成功的例子 那就有機會再申請了 árias 番創意 couple 全部 有人 carro saddle 多